大伙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 那我们今天还是每晚都要分析一下这个crypto的市场 然后再看一看一些新闻 又有很多非常bullish的news 老韭菜迫不及待的想为大家分享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加密货币的市场 那加密货币的市场自从昨天跌了10%左右 开始昨天晚上有所回调 但是力度不够 明显没有冲到19000点 我们以比特币为例,19000美金 现在又回调了 就在开始在18400左右不断的调整 那现在这个阶段确实是非常的难以判断 特别是12月15号 还有没几天的时间嘛 门头狗事件 就要宣布了,对吧 这个怎么处理那些15万枚的比特币 那昨天看了老韭菜视频的话 我相信大家已经设置了alert 如果有任何的比特币从门头狗交易所里面流出 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对吧 帮助大家做判断 那我估计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在不断的盘整 在此期间呢 确实非常难以操作 作为一个操盘手 或者作为一个trader 这确实是非常难以操作 你在这边做多吧 上去点点又下来了 对吧 非常难以操作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还是以谨慎为主 在这一段期间 如果你看到你喜欢的代币 价格比较便宜 你可以买一些现货 对吧 如果你做期货的话 现在我个人认为是相当困难的 我还有个做法 就是做grade trading 对吧 你每跌5% 你买一点 每涨5%跑掉 这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 其他的几个加密货币 都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对吧 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 好 那讲完了这个市场的大事 这个市场的分析之外 我们看几个比较重大的新闻 第一 这个是12月10号 就在今天9点41分 没多久之前发的一个新闻 新加坡最大的商业银行 正式推出数字交易平台 那之前这个报道已经被披露出来了 但是后来又很快的辟谣了 那这次我个人认为是真的 对吧 新加坡最大的商业银行 DBS Bank 我相信 我的粉丝里面有来自于新加坡的 大家都知道DBS 甚至我都知道DBS Bank对吧 是非常大的一个银行 特别是在亚洲 我不知道它是专门是从来自于新加坡 但是我绝对听说过这个银行 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一个银行 从下周开始 对吧 下周开始就要交易了 时间是非常快的 Digital Exchange 然后它会直接介入四种法币 那我们都知道银行的介入就说明这个 它准备承认了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合规合法性 对吧 然后就直接打通了法币的通道 这是非常非常bullish的一个news 我个人认为 就有无数的法币可以涌入 我们也知道新加坡基本上也可以作为亚洲的一个经济的中心城市 对吧 新加坡的经济非常的发达 那可以在新加坡 很多它的监管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友好和开放的 它的税率也是最低的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加密货币的公司啊 都开在了新加坡 对吧 他们的基金会基本上都在新加坡 一方面呢 它的监管相对来说比较松 另外一方面呢 它的税收非常的低 这个绝对是一个加密货币的温床 对吧 新加坡 那这次直接接入法币 那对未来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啊 这个新闻非常重大的一个利好新闻 也就是在刚刚一个小时之前披露出来 对吧 我们看这个 Messary Messary是一个做加密货币 特别是比特币一个分析报道的一个公司 对吧 它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然后呢 它每年呢 都会做一个加密货币 整个市场的一个盘点 和未来的预测 对吧 这边 开篇 它就说了 比特币在2021年底 前至少达到10万美元 这句话啊 非常的质地有声 对吧 透露出 我大致看了一下 我大致看了一下 里面东西比较多 对吧 这个人 创始人什么 Ryan Celkis写了134页的一个 2021年加密货币 是880亿 对吧 这是黄颜色的是比特币 蓝颜色的是以太坊 然后2017年牛市就就就爆发了 对吧 2018 19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 那个时候是360 504 在熊市的时候是297 但是今年 非常明显的有一种牛市快要到来的 这感觉 对吧 以太坊现在是989 然后它预计2020年底以太坊达到1000 那这是DeFi是功不可没的 DeFi的transaction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的单位是billion 对吧 就是1008就是一个缺帘了 就是1万亿美金 非常有意思的意思 非常有意思的 如果大家观察仔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几乎是不变的 对吧 从849 772 774 到800 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 而以太坊呢 却是井喷式的上升 这跟DeFi是功不可没的 另一个说明什么 比特币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一种 store of value 就是对价值的一种存储的工具 之前说过非常多次了 就比特币越来越多的被投资人 散户还是在炒作的 对吧 买来买去 散来散去的散户 但是对那些巨大的投资人来说 或者是机构投资者来说 他们把比特币作为一种 对货币不断贬值的一种对冲的方式 所以说这个他们 他们大量的买入之后呢 他们是会放到一个保险柜里面 或者放到一个Vault里面 放到一个冷钱包里面 所以不太会做平凡的交易 这也就是为什么比特币 你看它的交易量 即使在牛市 对吧 这边也不会特别多 和之前非常的类似 772 774 800 对吧 还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是成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 对吧 比特币是这样的 而以太坊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 对吧 以太坊的趋势基本上是这样的 非常有意思 其他的 这里列举了一群机构投资人 机构投资人的一些邻军 邻军人物 我之前说过 Stanley Junker Miller 非常大的传统的投资人 对吧 Paul Tudor Jones 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都是一些巨大Hedge Fund的一个邻军人物 还有他就说 Stable Coin 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图也特别有意思 USDT 几乎是之前 在18年7月份之前 USDT几乎是占去了 所有的稳定币的市场 对吧 从19年初 18年底 其他的币慢慢的开始 有了一定的Market 但总的来说 USDT还是超过了80% 对吧 我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在这里 这里的话是在80% USDT他的量 还是超过了80% 而且是在不断的增发USDT 对吧 行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他还特地讲到了DeFi 对吧 无银行的未来 我个人对DeFi 是非常喜欢DeFi 我觉得DeFi 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特别是那些 头部的DeFi项目 类似于Ave 类似于SushiSwap 确实都是非常的不错 好 那我这边 这个是Messary 对吧 就是刚才那家公司 我这边读到一则 座用名 我觉得非常的好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 这个人 Balagis 对吧 大家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follow了他 他有25万的follow 非常大咖的一个人 他的follow甚至比AC还多 我们看一下AC要多少follow duplicate 在哪里啊 一下子找不到了 AC有多少 AC才只有8万6 对吧 那个人有25万 非常多的这个人 Balagis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那等会我们看一下 他的背景 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他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好 I didn't get into the crypto to make money 对吧 I got into it to make freedom There is a lot of ways to make money in the world but freedom is more precious 他说什么 他说我进入加密货币市场 不是为了赚钱 对吧 我们绝大多数人进入加密货币市场 我们也不懂什么技术啊 乱七八糟的 就是为了赚钱 对吧 但是他进入加密市场呢 不是为了赚钱 因为世界上赚钱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了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赚钱 他进入加密货币的市场 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 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自由 对吧 他认为自由啊 比赚钱啊 宝贵的多 确实是这样 freedom is more precious 我们毋庸置疑 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吧 大家都是 特别是在当代 活在当下 这个钱啊 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不是钱 绝对不是最最重要的 对吧 在我们的一个人的一生中 钱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可能你的身心的健康啊 你的爱情啊 你的事业啊 然后你的自由度啊 这个可能是最最重要的 我非常认同他说法 其实比特币 比特币 他其中最大的一个精神 就是自由啊 对吧 他其实最大的一个精神 就是自由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比特币 你可以搞一个节点去挖矿 对吧 没有任何的barrier 那因为现在竞争非常激烈 因为这个利益太庞大了 当然不是每个人去挖矿都能够挖到的 都能赚到钱了 但是他的初衷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对吧 任何一个人 他没有一个中心化的 我们知道历年来 世界上80%的财富 是掌握在20%的家族的手上 对吧 这些是无法撼动的 那也就是只有等到加密货币出来的那一刻 我们才看到了这种财富转移的机会 能够把20%人手上所占据全球80%的财富 转移到我们每个韭菜的头上 对吧 这个可能性是已经存在了 那也就是如果你是有眼光早期看好BTC的人 然后存到现在 确实你的财富已经自由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句话 希望大家为这句话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我非常喜欢的这句话 就是我们是为了自由 去加入到货密 加密货币市场 而不是只是为了赚钱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人 Bio Biologist 他的背景 他是一个天使投资人 对吧 也是一个企业家 Angel Investor 他之前是Coinbase的CTO 对吧 他同时也是General Partner At Anderson Holloways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投资机构 Anderson Holloways 非常有名的 在加密圈也是非常有名的 简称叫做AEO A16Z.com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团队是非常非常多的 Investing 对吧 有这么多团队 Market Development Talent 对吧 非常强大的一家公司 然后他Focus在加密货币 他专门有一个加密货币的基金 对吧 叫做A16Z Crypto 然后里面有非常著名的人 每天都是非常专业的去分析很多很多项目的 去决定如何去投资加密货币市场 说到这里 我要稍微的宣传一下 就是说也是给我的叫什么群增加点人气 就是A16Z 其实他也是有一个以太坊地址的 好吧 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其实是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一个机构 如果想要知道A16Z 他的以太坊组织的人 对吧 可以加我的微信 对吧 我的微信是CryptoLeak 对吧 加我的话就随意打赏 我就可以免费的把这个A16Z的 以太坊地址分享给大家好吧 A16Z的以太坊地址分享给大家 行 那我们再看这个人 这个人 他是这家非常厉害的一家投资公司的一个partner 对吧 一个合作伙伴 他之前呢 也创立了一家Crypto公司叫earn.com 然后被Coinbase给收购了 对吧 他之前还有什么 在很多地方吧 在加密货币领域 也是非常的有经验 Coinbase的CTO 对吧 之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他其实他的学历也是非常的高 他是PhD Doctor 我们就叫他Doctor Sirena Vasa Doctor 非常非常厉害的人 一个人 他有非常丰富的投资经验 而且投出了很多非常强的公司 对吧 Digital Ocean 我是知道的 什么 Amada Health 这个我不太清楚 OpenGov 我是知道的 对吧 也是一个加密货币领域的一个东西 想想是 OpenGov 对吧 等等 听说过一点 然后他之前投的一些 投资的一些项目 对吧 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Soilent 是一个 对 投资的广度也是非常大的 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对吧 这个好像是一个 food drink 吃吃喝喝的一个产品 他投资了这家公司 还有 比特币 以太坊 Polychain TokenDaily 这些都和加密货币 市场有关了 对吧 他是投出了一些 非常著名的东西 什么CoinCenter等等 一看就是和 加密货币有关的 好 还有一个就是他 也是常年在斯坦佛里面上课的 Dr. 对吧 Sirvassan Also Teachers The Occasional Class At Stanford 并且他在网上的MOOC 上面也超 也教了超过25万的学生 非常厉害的一个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 同时我也找了他的一个LinkedIn 那好像没有了 行吧 就是 看一下吧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LinkedIn吧 对LinkedIn 对吧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人 对吧 LinkedIn CTO对吧 Co-Founder对吧 CoinCenter Angel Investor 对吧 CEO And Co-Founder Earn.com Stanford University 做了16年 对吧 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然后这边是Anderson Horowitz 对吧 Board Partner 都是一些非常大的公司 对吧 PhD对吧 2002到2006 这个电子Electrical Engineering的PhD 在LinkedIn 在LinkedIn上看他的简历可以比较清晰一点 对吧 那总的来说 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这句话 那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Screencast 就在9月9号 好像就在今天吧 这应该是在美国时间 对吧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还没有时间去看 行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 今天晚上啊 对加密货币市场 做了一个稍微的 一个分析 对吧 现在不是特别的好 另外就是 又给大家了几个非常重磅的新闻 和一句我非常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作用名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先做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同学们 可以给我点赞 订阅 并且转发 好 那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 Peace